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怎么规划 第一个 国际局势 对任何国家而言 就是为什么 要局势很稳定 国际局势我们也不像有战争 任何一个发生战烂 国家怎么可能再建设了 你看伊拉克 怎么可能有建设 我们台湾安定了五十年 为什么 没有战争 只有八二三炮战 也是进门马祖里面打一打 从来没有打造过台湾的本土 唯有在安定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赔值人才 唯有在安定的情况之下 企业才有所发展 所以这个国际局势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在一个安定的国际局势之下 对任何一个企业才会有发展 另外国内的环境 如果说国内的环境 盗贼横行 局势都不稳定 大家都是口水战 那怎么经济会有发展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嘛 我们原则上决定不要谈政治嘛 各位 您自己的感受就很清楚嘛 我们最近这几年经济有没有发展 老百姓有没有生活变得更好 很简单嘛 肯定为什么做了将近十年的 八年的总统 还闹了丑闻 为什么 在他的八年任内 经济 美国的经济不断地在发展 所以美国人可以原谅他 虽然他有丑闻 没关系啊 你经济做得这么好 大家都在赚钱 我自己因为到全国各地去演讲 我碰到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 红博士啊 一年不如一年啊 好辛苦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检讨了 怎么样让国内的环境能够安定 国内的环境能够经济的能够有所发展 另外 产业的分析 我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了 不是每一个产业都在赚钱啊 也不是每一个产业都在亏本啊 你自己要去了解 目前 未来 哪些产业比较有潜力的 可以有所发展的 所以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啊 他自己要有眼光 所以今天王云青为什么有眼光 你看 他把仿制部门收掉了 他觉得仿制没有前途了 你看我们现在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我对国内的股票上市公司啊 国内投资环境我非常了解 你看现在国内只有三家仿制公司是在赚钱的 第一个台南企业 第二个年薪 第三个巨洋 其他的仿制公司非常的凄惨 我跟大家报告 只有这三家公司它EPS还有三块钱 其他的仿制公司都在亏本啊 亏得很惨啊 连远远远远远都不见得有三块钱的获利率啊 所以你们要去了解 这个产业未来如何发展 为什么现在台硕 关掉仿制部门 为什么投入六青 七青 八青 为什么经营长根医院 为什么要去做大链钢厂 为什么要投资发电厂 它要不断地走投资嘛 不断地并购嘛 那未来的程度就在这里嘛 它要往上游去做嘛 链钢厂 发电厂 六青 七青 八青 这个都是上游啊 你看中国石油公司 每年都是国内最大的十大企业之一 每年都在赚钱 所以我们要去联解一下 产业的分析 另外投资的方向 我们该怎么样投资 开始是不是少量的资金进来 像很多的并购就是先投资一部分嘛 买它一部分的股权嘛 所以这一次 听说中华开发已经买了将近百分之十的 金顶证券的股票了 他自己还没有警觉啊 你的股票已经给人家买了百分之十了 他从市场上来收购嘛 你的票面价格只有七八块钱 所以昨天记者问我 我说金顶证券给别人 有了可乘之机嘛 你的价格这么低嘛 垂手可得嘛 所以你看那次世界以后 注意到没有 金顶证券已经恢复到十块钱的票面了 你这样低 人家要大量采购啦 就把你吃进来了 很简单 你不要吃也不行啊 不给人家吃都不行啦 所以自己要去做投资的一种方向 先少量资金的介入 然后再大量资金的介入 是要并购还是怎么样 你看现在很多并购的案子啊 你自己投资的方向你要定出来 怎么样去投资 用什么方式 另外 获利能力 我下一次的演讲 我会讲 投资致富 谈个人理财 坦白讲 我对这获利能力非常重视啊 我们投资五十家以上的股票 每一家EPS都要三块钱以上啊 不是三块钱我还看不进 我还没有看在眼里的 我跟大家报告 没有EPS三块钱 我绝对不会介入他的股票 看你有沒有获利能力啊 你不要光是讲嘴巴有什么用啊 每天业绩成长 骗人的啊 都是打高空啊 很简单 成绩拿出来啊 你有没有赚钱啊 你的营业额有没有增加 很简单 我要看你的营业额啊 我现在 一百家公司 我每个月都在看他的营业额 跟大家报告 我看他的财务报表 因为这个股票上市 上个月公司全部都是公开的 我看你每个月 营业额有没有成长 当你这个月营业额下降的时候 我马上就有警觉性了 营业额下降 你的获利能力一定下降 我给大家报告 成败认英雄 口水战没有用的啊 我看你有没有赚钱啊 你获利能力怎么样啊 另外 金银的策略 不管你是诟病 不管你是退出 我策略是怎么样 你看像鸿海 另外一个最成功的例子 不断的诟病 他统一也是这样 我跟高先生高先生很熟啊 过去我在华美的时候 他要诟病我们啊 他就是要诟病我们啊 我去谈了三次啊 他就不断的诟病 他的诟病不是每个企业都是赚钱的啊 统计超商 亏损的七年 我跟徐先生 徐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很少见的 统一浪 统计超商亏损的七年 我跟卫权的黄兰图黄先生 是多年的好友 坦白讲 当年卫权啊 最早介入所谓的超商 后来就是因为有亏损 他把它收掉 他后来一直跟我讲啊 在他过世以前跟我讲 红博士啊 我很后悔 我把这个 小型超市的这个 连锁店把它结束掉了 那现在反而是统计超商了 变了集团的金母鸡 所以你的经营策略是什么 像鸿海很清楚 他就是诟病 像连电他也是要诟病 连电现在有五家股票上市公司 他的关系企业 联发科是最赚钱的 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说 你经营策略是什么 你是退出也好 也是策略啊 你诟病也好 你也是策略啊 你未来怎么投资也好 也是策略啊 就要保存投资 金鸡也是另外一个策略啊 我要投资电子业 我去找金鸡 有的时候是 主客观条件的配合有时候很重要 策略 所以对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来讲 他是要策略啊 对一个政府来讲 老百姓他是很无辜的 他跟着你政策走嘛 一个错误的政策 要害到多少人 同样的一个企业也是这样 如果说你经营策略错误的话 那整个企业就完了 所以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啊 他最主要掌握的什么 就是策略 我未来方向怎么样 我要怎么去做 另外 人力的运用 坦白讲 今天一个政府机构也好 一个企业也好 他主要就是靠人嘛 这个人是不是苦干实干 是不是全力以赴的来做 就等于说一个企业来讲 他是不是用到一个好的执行长 不觉得老板要全力投入 当年我去大通的时候 我比老板来得早 我比老板走得晚 一定是这样干的 老板才放心嘛 那不是靠老板一个人单独啊 打拼啊 那没有用啦 靠一个团队 靠一群人 把适当的人用在适当的位置 让适当的人 坐在适当的位置 然后全力打拼 所以鸿海的 董事长要求他员工啊 干中央的干部啊 看他小便有没有黄的 不黄不要用你呢 看你不够超嘛 虽然是一句笑话 看你有没有努力做啊 你有没有打拼啊 打拼不是光是嘴巴上夹的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政治人物 都是打口水战 修宪一次三十年 怎么每年都在修宪啊 不是笑话吗 所以 很多事情不是看你说了多少 是看你做了多少 不但是看你做了多少 是看你成功了多少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红军培文教基金会公益系列讲座 红海 他现在已经要上兆了 不是一啊 不是几千亿啊 他现在要上兆了 红海的毛利 各位都知道吗 他有只有多少 只有3%到5% 红海的毛利只有3%到5% 他只有不断地扩大 市场的下游率 提高他的营业额 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 微薄的利润 另外 我们透过这种并购 可以什么 打通上下游的关系 上游跟下游 过去我在东地市 他们本来只是一个纺织工厂 他们要成立东云和谦 做画谦嘛 不但成立东云和谦 也就是说 东云和谦 用东云荆基的机器 东盟谦为股份有限公司 用东云和谦的画谦来制造布嘛 另外东芝用东盟的布 所以这就是 要诟病最主要就是打通 所谓上下游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肥水部落万人田 什么叫肥水部落万人田 就是这种上下游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不是每一个行业都在赚钱 有一段时间 纺织布 市场并不好啊 但是划签在赚钱嘛 有一段时期布并不好 但是成立在赚钱嘛 就是赚钱的事业 来弥补亏本的事业 同样我前面跟大家报道统一超商 为什么能够亏损七年 因为统一其他部门在赚钱嘛 赚钱的事业在弥补亏本的事业 这个企业才是永续经营嘛 如果每个企业都亏本的话 那就要收贪了 另外 刚刚也跟大家报告了 像宝城 为什么 它要跨足到其他的行业 就跨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 本来我们都知道宝城是全世界最大的自协工厂 它为什么要投资到精英 它想跨到另外一个行业里面来 这是诟病的原因 另外 退出的原因 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 产生巨额的亏损 我刚跟大家报告了 光宝就是这样的 它说一年要我亏损七八千万 那还了得啊 我所以赚的钱都被亏损掉了 然后我要退出了 另外 业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对 因为我现在诟病嘛 我本来预期要做十亿美金的 搞不好我诟病以后只做了七亿美金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嘛 那我诟病没有亿嘛 所以我要退出来了 另外 人员合作的困难 尤其这个企业文化 我跟大家报告 这种诟病啊 不同的企业文化 尤其世界级的诟病 那更是蓝上加蓝了 这个谋合期啊 很重要 也就是合作 不同的企业文化嘛 假公司跟乙公司的企业文化 当然不一样嘛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全世界无论是美国的企业 日本的企业 尤其世界级的大企业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它有品牌 也就是消费者是认定品牌购买 第二个 它的连发非常的强 你看像Canon的照相机 每年不知道多少次 Casio的手表 以前手表都是 欧洲人的天下 你看日本的Casio 照相机也是以前都是欧洲人的天下 德国的照相机 你看现在Canon一年 推出几种的新品种出来 所以美国日本最强的部分 就是它的连发 第三个 它的行销通路 各位都知道吗 我每年去保陈演讲 讲了有些话你们只是听一下 今天你看 Like也好 Adidas也好 替它们做代工 各位知道吗 它的代工费用还没有这张鞋子的十分之一的价格 等于说一双 乔登的鞋子 可能在市面上买四千块五千块 各位都知道吗 保陈工业制造这双鞋子可能只有三百块 这些美国公司赚什么 赚品牌的价格 赚行销的价格 这些公司赚什么 赚品牌的价格 赚行销的价格 价值就在这里啊 所以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连发 等下连发不成功的时候就要推出来了 另外 当你行销通路发生障碍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今天 Like Adidas 任何一个世界级的品牌 全部都有世界级的行销通路 你看上次 乔登来我们台湾 就不是保陈邀请他啊 是Like的行销部门邀请他 他跑全世界啊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对一个世界性的大企业 他就是什么 掌握了行销通路 掌握了品牌 掌握了什么 另外 连发 我认识一个朋友 在世界上很有名叫 Travel Fox 叫非福牌 各位都知道吗 他手边有三十几个品牌 有最高价位的 也有最低价位的 他的总部设在美国的纽约 他可以在全世界下单 他可以在全世界下单 因为他掌握了行销通路嘛 掌握了品牌嘛 掌握了连发嘛 所以我几次去彰化演讲啊 我一直希望去看 保存工业的联发中心 坦白讲我进不去 那是他的心脏 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里 他的联发中心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联发跟行销通路 但是也跟大家报告 并购的时候啊 不是在你发生危险的时候 再有并购啊 像加之就是另外一个最好的例子 加之应该在什么 在迁入到101的时候 他就应该找资金进来 而不是当你发生财务危机的时候 搞不好你十块钱还不值一块钱呢 所以并购可以在高峰的时候并购 不见得要到 发生问题的时候才要并购啊 我认识很多美国大的企业 当他做得很好的时候 他把这公司就卖掉了 搞不好卖的钱是他 如果股票十块钱 他可以卖二十块 搞不好你要赚这十块钱 赚五年十年还赚不到 他就把公司卖了 没关系 不像我们中国人啊 很爱面子啊 我这公司已经成立十年了 二十年三十年 舍不得把它卖掉 外国人不是啊 他是唯利是图啊 只要有赚钱 没关系 我给你诟病 就让你诟病掉算了 另外 我们退出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我们可以 可以控制的情况之下 而不是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 发生 没有办法弥补嘛 所以动作要快 退出也要快啊 像我觉得这是光宝 马上退出来 开股东会马上宣布 我退出 动作非常快啊 哪里还等啊 你看当时全国第二大利的美法 就是我去做的 我那时候去看曼都 曼都那时候有四十二家店 曼都就是这样子啊 他任何一个新店开张啊 他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去充盈业额 他需要半年的时间 损益平衡点 如果半年之内 没有达到损益平衡点 对不起 关店 他就关店 他一点都不迟疑啊 大陆的联想集团 并购IBM的所谓的个人电脑 联想集团 大陆啊 他也很希望 透过并购IBM的 所谓个人电脑以后 要很快的打出这个知名度 他进入全世界五大之类 他也很希望透过这个并购了 让他的营业额不断的跨升 光是IBM的这个所谓的个人电脑部分 员工就有两万人 是一个庞大的事业体 但是IBM觉得 他个人电脑经营的不是很成功 所以联想想介入到IBM的个人电脑 另外大陆的海尔集团 大陆的海尔集团 要并购什么 计划并购美太家电 海尔也是做家电的 但是他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诟病 来扩大他的市场债有率 来提高世界的知名度 另外大陆的中海油集团 计划什么并购 尼克尔 这个叫尤里尔克的 尤里克石油 尤里克石油 在美国来讲 在全世界来讲也是差不多十名之类的 因为大陆上对于油田 对于油的部分 它可以说不予于利 不只是在美国在苏联 在全世界各地 他都想办法介入到这个所谓的石油 他觉得一个经济的发展 石油对他太重要了 另外铭基并购西门子的手机部门 铭基要并购西门子的手机部门 他也想很快地进入全世界第五大 希望透过这样的并购 不过并购非常辛苦跟大家报告 像昨天铭基的李董事长已经飞到西门子去了 因为西门子本来一个礼拜工作只要34个小时 那铭基希望他们工作40个小时 这个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差别 他为了这个事情特别要跑西门子一趟 要怎么说服大家 你本来工作34个小时的 你现在变成40个小时 各位想想看 来日方长 另外联电并购系统 联电他绝对也要 不断地往上游下游 他要去做并购 另外华兴科并购汇桥工业 华兴科 他也要扩大他的市场占有率 那是昨天才确定的 华兴科要并购汇桥工业 我对汇桥工业非常熟悉 我去过去演讲过很多次 另外中华开发计划并购金顶证券 因为前一阵子中华开发想要去并购统一证券 这个案子胎死腹中 他就想到我是不是有这个 他还没有正式跟金顶证券 能够讨论过 他只是在市面上 所以昨天记者在访问我的时候 我说金顶证券给了中华开发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它的股价 长期在八块钱到九块钱之间 给了很多人有可乘之机了 他股价这么低嘛 人家自然到市面 市场还给你买你的股票了 所以你注意看没有 自从那个事情爆发开来以后 它的股价恢复到十块钱了 另外统一集团 万通银行并入到中信银行 前一阵子前几年 坦白讲银行经营得很辛苦 统一当时好不容易成立万通银行 他情愿在还可以的情况之下 让中信银行来并购所谓的万通银行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红军培文教基金会公益系列讲座 财务就像一个人的血液一样 没有一个健康的血液 怎么企业会有发展 你看我过去各位从我的学经历里面 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企业发生财务危机 包含国泰信托也发生财务危机 包含华美 包含保隆 我都是当事人 我都没有管财务 所以我对财务有深切的体认 所以一定要赚钱 如果说都是亏本的话 那都是在补那个烂 补那个窟窿嘛 那你能撑多久 坦白讲 你能撑多久 你撑不了多久 所以财务调度又是另外一个 所谓学问 你要跟多家银行往来 借钱要借利息最低的 存钱要存利息最高的 你看像很多大企业 台数一年可以光是利息的钱 可以省了几十亿啊 台数喔 光是一年 他省利息的钱可以省到几十亿 因为很多银行都抢了借钱给他嘛 他觉得他稳嘛 不会倒嘛 那利息尽量压低 光是这个利息钱就赚了多少 各位想想看 所以这个台卧的灵活调度太重要了 我常常看外面要讲 如果大陆让长庚医院去开分院的话 大陆整个医院都要死掉 我跟大家报告 真的一点都不假 各位可以看得到啊 以长庚医院的经营方式 因为我对长庚医院太了解了 有一种经营的方式啊 真是天下无敌啊 真的我敢讲 天下无敌啊 你看我到金门去 我到马祖去演讲 马祖如果给 我几天眼前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要引进311的精神 因为只要引进一家 整个马祖的生态都改变过来了 马祖的生态都会因为这家311改变啊 金门也是一样 我两年去已经开了三家 不过他们那边不是24小时 只开到晚上12点 将来还是会变啊 金门也要变啊 也要变24小时啊 以前因为宵禁的关系啊 大家习惯 12点钟以前全部都要睡觉了 没有人12点钟以前出来的 它也要改变生态啊 另外要与科技结合 像我们家具算是很传统的行业了 你家具也可以跟太空结合啊 制造那个所谓太空椅啊 你纺织也可以跟科技结合啊 你看现在很多纺织 纺织厂就是制造最高科技的衣服 那个才有利润嘛 所以任何一个行业 请你记得一定要跟科技结合 那你才会有前途 好 现在来跟大家报告 理财的目标 第一个 获利的规划 怎么赚钱啊 赚钱不是凭空来的啊 赚钱我们要怎么样规划 那你自己好好规划嘛 像刚刚跟大家报告的鸿海 它的毛利可能只有3%到5% 你看我自己去研究那个小型超市 中型超市跟大型超市 小型超市它的毛利可能 从10%到30%啊 中型超市它的毛利从10%到20% 大型超市它的毛利可以只有3%到5% 大型超市哦 所以以前万科隆 他最少要开15家以上才有钱赚 15家以内都是赔本的 我跟大家报告 当你的量越多 你的价格就压得越低嘛 所以他一瓶可乐可以卖8块钱 他还在赚钱 为什么 当你的量大了以后 你的价格可以压得很低 另外行业的选择 我因为常常到各地区演讲 很多人都跟我抱怨 他说洪博士啊 我在这个行业实在没前途 最好我们都跑到台积电连电去 或者电脑 那个比较有前途的 话是没错啊 那时候我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我刚跟大家报告了 三家仿制公司都在赚钱 联鑫 巨洋 台南企业 EPS都三块钱以下 人家也在赚钱啊 其他三四十家的仿制业 都在亏损的边缘 甚至于亏损 问题说你要怎么做嘛 谁说一定要跑到台积电 谁说一定要跑到连电 谁说一定要碰到鸿海 谁说一定要碰到 要到广达 谁讲的 英雄也可以创造十四啊 十四也可以造英雄啊 问题说你要怎么做啊 所以行业的选择 就只看你有没有眼光了 另外专家的结合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一定要相信专家的话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看 统一经营便当经营的很成功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有一次我到高雄去 我就是要找一家便当店 我跟他讲 我投资你百分之五十 那个才是真正叫的好便当啊 因为便当里面有二三十种菜 设在里面 二三四种东西在里面哦 在我们的眼光里面讲 统一的便当不见得很成功啊 还有专家中的专家 为什么你要跟专家合作嘛 为什么并购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尊地者在访问的时候 并购的时候 千万把这些人才留下来啊 很多企业 你跟他并购的时候人都跑光了 那你并购一个空壳子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啊 白并购了 你要把这些人才留下来啊 你要把这些专家留下来啊 靠他去打拼啊 你不见得什么行业都了解嘛 你要相信专家的话嘛 他是行家嘛 你要把这些专家结合起来 你可以省了很多的时间 结社里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我跟大家报告 叫为什么 我当时要投资到便当行业 我就是找高雄的专家 他经营得好嘛 供不应穷嘛 我少了五年的时间啊 我要跟他结合嘛 我投资他嘛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一点都不怕统一啊 只要我进入这个行业 我可以把他打死 讲得不客气一点 如果我跟他合作 跟这个专家合作 我敢讲 统一经营便当 各位都知道吗 前一阵子亏了好几亿啊 经营这个便当啊 最后要跟专家结合 另外资金的筹措 所以这次加资啊 就是觉得蛮可惜啊 因为司机已经过了 因为老板很清楚嘛 我财务的状况怎么样嘛 我怎么去募集资金嘛 从募资金嘛 为什么很多公司要股票上市上规啊 你本来投资者可能只有100个人 股市要上市上规以后 你的股东可以超过100万人啊 像联店呢 股东超过将近100万人啊 你可以结合大家的资金来做嘛 很多很多人不要让股票上市上规 我说那是错的 我鼓励很多的企业股票要上市上规 你可以所谓募集资金嘛 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嘛 一个企业最后要发展啦 就是靠资金 讲什么都是假的 钱从哪里来 有没有钱 另外 经营的方式 怎么经营 是分层负责分层授权 还是大权独揽 还是总管理处 当年三十年前我在东地市啊 我们就是成功是总管理处 我们那时候做得非常成功啊 一条边 我所有都在我的总管理处控制之下 财务也是我总管理处 管理也是我总管理处 制度也是我管理处 全部都是总管理处 一条边控制下去 现在很多公司成立总管理处 它可能只是资金的总管理啊 其他大概都分开了 不管用什么方式 不管 邓小平讲的 不管黑猫或者白猫 人做老鼠就是好猫 就那么简单 经营的方式 最适合我的 不是适合别人的 另外 分工合作 这是一个分工的时代 怎么样透过这样的分工时代 分工与合作 大家一起来打拼 你进一部分你的力量嘛 连续现在五家公司的上市上会 他把薛明柱派出去 去当可能一家公司 两家公司的总市长 这也是另外一个分工合作啊 母公司和母公司的经营嘛 关系企业关系企业关系企业的经营嘛 大家打给座会来拍拼 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打拼 你负责你的这个部门 成败任英雄 就那么简单 我交给你 你就是负责 负责到底 对于说我们行政院长交给所有的部会首长 那靠你的部去打拼啊 那不是院长去打拼啊 靠你部长打拼啊 那部长就是靠次长啊 那次长靠市长啊 一层一层靠下去啊 这就是分工 尤其我们国家就是科研制嘛 这是很重要 另外资源的运用 我这个企业 我这个机构里面 都究竟有多少资源 所以在任何一个企业而言 你要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 我的实力在哪里嘛 一个人千万不要夸大你自己的实力 不要太碰风 要脚踏实际 一步一脚印 你有多少资源做多少的事情 你可以夸大一点可以啊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一次修宪三十年安定 你给我想想看 那这是笑话咧 一次修宪三十年安定 现在每年都在修宪 我就不知道这些知识人物是怎么讲的 那外星真的这么好骗吗 投资消费者大众这么好骗吗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的PDA上每天都在看 都在看这个企业的营业额 你跟我讲大话没有用啊 对不起啊 你营业额衰退 我马上把你股票卖掉 你马上卖啊 一点都不迟疑啊 不卖来不及啊 你讲大话干嘛 我要看你营业额 我要看你获利率 你吹牛没有用 所以这个资源是非常重要 有多少实力做多少事情 不要碰风 另外发展的方向 我有短程目标 我有中程目标 我有远程目标 方向跟目标非常重要 我们说大海航行靠舵手 你看我自己服役在海军 一个舰艇出了港口 就是靠什么舰长 他舰长掌握了一切 舰长听什么 舰队指挥部的 就是那个舰长太重要了 你方向就是靠你 剁手嘛 国家有国家的剁手 企业有企业的剁手 你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 你要掌握住 另外技术的掌握 不是只有行销 不是只有品牌 联发太重要了 联发就是技术 我刚前面已经跟大家一再的报告 你要不断的开发新产品 掌握那个技术 持续的推出新产品 创造更高的利润 技术才最后才是这个企业的命脉 没有技术什么都不用讲 另外人才的配合 不是只有管理人才 各种人才的配合 在这个领域里面 不是只需单方面的人才 所有一个好的干部 他什么都要懂 各位想想看 我可以讲15个领域的讲题 我有300个讲题 我不只有30个讲题 我有300个讲题 因为我做过每一个部门的经历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所有的演讲内容 从来不抄别人的 只有人家抄我 我很敢大胆地讲这句话 我所有的演讲我从来不抄别人 只有人家来抄我 所以很多人跟我要的演讲内容 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财产权 就在这里 我毫无隐私地 毫不避讳地把我这个资料给大家 所以我们一个企业里面 需要各种人才配合 财务财务的人才 行销行销的人才 各种人才管理有管理的人才 那我们希望这个重要的干部 他是通才 他什么都会 那企业要培制人才 也希望他是通才 他什么都要会 不是只有某一种专长 希望第二种专长第三种专长 他都要懂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红军培文教基金会公益系列讲座 再来给大家报告 理财的眼光 这眼光很重要 因为里面叫King eyes 不夸的敏锐性 第一个 敏锐性 敏锐性非常重要 你要查研官社 你要了解市场的情形 你看到一件事情就举一反三 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都要了解 你不要迟迟都没有反应 那就糟糕了 另外 独到性 就是眼光有没有独到 为人所不能为 人人所不能忍 就是你有没有独到 别人看不到 你看到了 其实很多赚钱亏本的契机就在这里 为人所不能为 人人所不能忍 有没有独到 人家看不到 你看到了 那你就成功了 另外整体型 不是只看到单方面 所以为什么我一天要看十份报纸 我希望我的面很广 不是只看了一份报纸 我所有的大报道都在看 尤其经济新闻 政治新闻 那我只能放在政治新闻跟经济新闻上 所以你问我什么运动 我运动什么歌星 什么娱乐 那我真的不懂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也很白痴 没有办法 我时间有限 哪里看了那么多 没有时间看了 我光看那个社论就够我看的了 报纸很好的 社论 这是精疲独到 但是为什么我要看这么多的报纸 要听这么多的广播 要看那么多的电视新闻 为什么 让我的面更整体性 不是单方面的 另外前瞻性 越是高位的人 他看问题 又是越是要看得远看得深 那叫前瞻嘛 不是为当前的利益所蒙蔽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是为当前的利益所蒙蔽的 他哪里未来性在哪里 所以未来性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要有前瞻性嘛 想得远想得深嘛 另外要有深入性 看问题不是只是看一个很浮浅的外表 要看得很深入 要一针接血 不是很空泛的 你看我到很多企业里面去演讲 坦白讲 一个企业如果不让我去看 他的工厂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有了问题了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太内行了 你不要看我这样走一圈 很多我记得以前我到各地去演讲 红波士我跟你学一学 开玩笑怎么学啊 我是有三十年的功力 你有没有三十年 又不是那个武侠小时候 武功可以盖顶啊 我三十年的功力抢给你 你不是笑话吗 我担任过五届创业楷模的评审委员 五届创业楷模的评审委员 人家把最难的企业叫我去评选啊 以前吴士忠在的时候 他把两个企业交给我去 第一个是太平洋房屋 那是国内 他的市场占有率是70% 第二个 沈晋晋的微经企业要我去评选 没有一个评审委员敢去 我那天晚上跟沈晋晋谈到晚上两点 第二天我坚持要看他三家姐 只有我这样的功力的人才能够深入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你不要看 你让我走一下我就知道你什么企业了 我只要看你的脚步 我只要看你的交谈 我就知道了 我们太内行了 所以深度是非常重要 你看公卖局 我18个厂每个厂我都去啊 我坚持中午就是跟员工吃便当 这是我非常坚持的地方 决定不在外面吃 我要去看餐厅 我要去看厨房 我要去看宿舍 我要去看洗手间 我这洗手间是决定跑不掉的 没有像我这样深入啊 我的洗手间都看 不是办公室的洗手间 工厂的洗手间也要看了 你所有的精神就在你洗手间里面 讲得不客气一点 从你洗手间我就知道你什么样的企业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深入基层的人 所以深入性非常重要 另外调整性 这个市场是千变万化 昨天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跟明天不一样 昨天这样做对 今天这样做可能就不对了 明天这样做更不对了 因为那个变化性时代是太快了 我们随时都要去调整我们的脚步 真的是这样子 那个市场是千变万化的 没有时间给你去等的 因为转换性 所以我能够体谅到宝城 为什么想转到电子业来 因为不能永远做传统的行业嘛 王永庆过去就是靠 拜面粉起家的 对不对 他现在走的高科技行业啊 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有转换嘛 随时要转嘛 甚至于是宝城 他为什么想要转一部分到电子业来 你看他投资证券业 他一起离安港的 这个 弟弟 去当证券公司的总市长 他已经知道了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自协工厂 但是他知道怎么样去 要做转换性了 逐渐逐渐开始转了 另外获利 获利性 赚钱才是最重要嘛 投资了半天全部都在赔本 那投资干嘛 不用投资啊 你的毛利率多少 可能我忍受你 亏损半年好了 一年也好 对不起一年以后 对不起啊 再见了 就是关掉啊 没有说统一超商亏了七年啊 那这是世界奇迹啊 都给他撑过来了 也未尝不可啊 给他撑过来了 这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持久性 像我自己黑松沙氏啊 喝了五十年 黑松沙真的很幸运啊 他配方都不要改的 可可可乐 百事可乐 配方也从来没有改过啊 照喝啊 那叫持久性 对一般的传统行业可以啊 对很多高科技行业 他产品的生命周期 搞不好他只有一个月了 两个月了 他妈就要被淘汰了 那怎么办 所以有些行业可以有持久性的 那有些行业必须有变动性的 另外资源性 很多的行业里面有相互资源的 不能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一下 鸿海的转投资 统一的转投资 台售的转投资 都有资源性吧 赚钱的事业来弥补亏本的事业 不是每家企业都在赚钱啊 财务上本来就是要相互资源的啊 你就前面一再的提到 赚钱的事业来弥补亏本事业 当时统一 还有其他的事业在 统一的本业还在赚钱嘛 所以能够弥补 统一超商的亏本 如果说统一 开始就在赔本 那怎么赔得下去啊 赔不下去了 在当年的卫权 为什么把小型超市收掉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啊 他撑不下去了 就为什么光宝要推出手机市场 他觉得对我来讲太可惜了 我每年要亏损七八千万 干脆我就把它收掉 所以要有资源性 好 现在跟大家报告 绩效的评估 绩效什么评估 第一个 业绩的提升 对啊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我们投资着五十家公司 我每个月都在看它的业绩啊 甚至于我在每天 我只要看到 看它每天的业绩 第一个 你的产量有没有增加 不是产量萎缩 从量里面就知道了 有很多时候你业绩提升了 搞不好你是亏本经营了 卖的越多 亏的就越多 我知道有个企业就是这样子 最后也发生问题了 它要充它的业绩嘛 充它的量嘛 但是它是亏本经营啊 它要消价求售嘛 那也完了 所以产量一定能增加 另外 营业额的提高 量增加 营业额提高 那有的时候量增加 营业额不见提高 因为它降低价格嘛 那营业并没有提高 那也不行啊 就是有相对的关系啊 量增加 营业额提高 另外不良也要降低 当年我去整顿大宗 我每个月都做盘点 把我库存里面的东西 尽量的清理掉 什么叫清理掉 库存里面怎么清理掉 就是不良品 或者被退货的东西 我经过修复以后 我要出货 因为那就是钱啊 很多公司的财务报表 不见得正确啊 所以我去评选一家公司 我一定要看它的仓库 不是原料仓库啊 或者物料仓库啊 我要看它的成品仓库 各位都知道我有没有内行 搞不好你所有赚的钱 都在你的成品仓库 都是那边的不良品 那对企业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的嘛 所以你要不良率 要不断的降低 不是不良率增加的话 也有问题啦 另外废料处理的受益 很多人不知道废料 可以为公司赚很多的钱啊 废料下脚品 我是真正工厂出身的人啊 很多人废料下脚品 可以为公司赚取不少的利润 你可以当废物处理了嘛 你可以当下脚品处理嘛 废物有废物处理人的方式吧 下脚品有下脚品处理的方式嘛 你要审慎的来处理这些 下脚品或者是废物 你可以里面得到不少的收益 这也是赚钱嘛 所以养成什么 省钱就是赚钱的观念 洪军培基金会 我参与了已经将近九年多了 那我过去也参加了很多的公益的团体 但是这个基金会呢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基金会 那第一个呢 它的特殊呢 它的金会呢 完全由我们洪资金长 来仇富 包括我们这些董建师 有时候也觉得说 通通由他来仇富啊 是有一点过于不去啊 他都拒绝 那第二个呢 也就是说 他是为了要 纪念他的尊翁啊 仙翁啊 洪军培先生 设立的 所以一开始呢 是从法学 因为洪军培先生在法界 大家大概都认识他 是一个非常 有正义感 有前瞻性的一个法界的前辈 不过在这过程当中呢 由于这个执行长的努力呢 一直扩大我们服务的范围 第一个最让人家 可能在目前台湾所有公益团体 做不到的就是 我们所做的公益的演讲 都录影 同时在电视台 全国的播放 那很多的电视台 我们要谢谢他们 他们都明慧的帮我们转播 那当然会这么久 而且持续的去转播呢 当然就是受到 因为每一个专题 我们执行长找的主讲人 比如说像医学的演讲 每一次找的人 大概都是一死之选 也是我们很多民众想要知道的 一些医学上的问题 那更重要的呢 是很多在这些 医学界里面呢 可能只有专业的人知道 很多的病人都还不知道说 我们台湾可以做的这么好 这么优秀 可以解决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病患呢 看到这个带子 才知道说 原来他的毛病是可以治疗的 可以解决的 而且台湾是走在全世界的前端 那当然其他的公益的演讲 也包括很多像精神面的 像我们书记主教啦 我们的那个星云法师啊 他们都是做了一些 这个进化人心 而且演讲的内容啊 让人家百看不厌 而且不是只有自己看 看完了都希望说他的朋友看 希望他的儿子 他的子女也看 所以在这方面呢 大概现在目前所有的公益团体里面 这种公益的演讲 能够持续不断的 十年来都在 继续的在电视台 被重复的播出呢 那最近我们的执行长 还想把它扩大 到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去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 也很大的创举 那当然这需要他 再花很多的力量 但是我给大家看 这个事情 我们的感觉